你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普通的鸡蛋 居然能在一个饭店做成了招牌菜 而且还啄啄必点 首先鸡蛋冷水下锅 放点盐 这样能更轻松的剥去外壳 煮个十分钟左右 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你看 这样蛋壳是不是很轻松的就剥掉了 然后在表面打上花刀 可以更方便入味 油热下鸡蛋 开小火慢慢的煎 我每天都在叫你们食用的家常菜 就麻烦您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煎至表面金黄成虎皮状 放姜葱 两个八角 几个干辣椒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半勺茅油 再来点盐和冰糖 倒入一瓶快要过气的啤酒 小火煮十分钟 然后在大火收制即可 虎皮鸡蛋这样做 好看又好吃 你们有没有学费